谁来救救这只小狗 他快要被热死了 一个小时前 男人带着狗狗来健身 下车后 却将他狠心丢在车里 同时小美看到后好心提醒他 这样做会让狗狗闷死的 男人却不以为意 说现在只有25度 怎么可能会热死呢 小美反驳道 虽然室外温度只有25度 但车内很可能超过40度 不管小美如何劝说 男人却依旧我行我素 含叫他不要多管闲事 看着不停哀嚎的狗狗 小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气冲冲的返回健身房 拿起一个哑铃转身离开 男人此时正在撸铁 突然听到汽车警报声 他赶紧跑出去查看 只见小美砸碎车窗 将狗狗救了出来 小美将狗狗递给男人 并警告好好善待他 不然你会造报应的 可大壮却大声喊道 结果报应真的来了 两个小时后 救援队接到报警 说有人被热死了 救援队很快赶到现场 发现男人躺在日光浴机里 此时的他已经被烤至七分熟 隔壁小孩都惨哭了 队员怀疑他为了练肌肉 服用一些肋骨醇药物 然后经过日光浴的高温 导致身体中风 无法动态 结果被活活烤死 两人的死印证了那句话 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接下来 一对新大的夫妻正在约会 他们不知道的是 家中儿子正面临着危险